哈喽大家好 我尽忠是个数码区开箱部组 今天的话我是收到来自小五的 小五全自动洗地机器的 它这个很重啊 起码有二三十斤的样子 我是自意把它抬上来的 因为我家这边是没有电梯的 我坐在四楼 所以我很好奇它里面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来开箱 它里面又还有一个包装 这个是安装指南 它里配件都单独分开了 脱布 脱布支架 清洁液 这是污水槽都分开了 脱地机本体 它是这样子的 和扫地机器的外观也没什么不一样 这个这么大的充电座 它这个座挺像猫窝的 装好后的外观是这样的 可以手动设置单拖模式和扫拖模式 APP上还多一个单扫模式 扫头 方向轮 后边是储藏污水和装清水的地方 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我得先研究一下 我们等会见 现在是两天后了 我大概就知道怎么使用了 这是它待机中的样子 一开始使用的时候呢 就需要先把它放进基站里面 顶部呢也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是清水箱 这个是污水箱 提起的时候呢会有语音提示 清水桶一举出 清水桶一举回 污水桶一举出 污水桶一举回 这边这块屏幕也是可以操作的返回基站开始清洁 像我们使用的话可能就是一开始时候会使用一次 画面基本上不太会使用的 因为可以在手机APP上设置每日定时清扫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们买给老人使用 对于他们来说会比较友好 点击一键返回基站 一键开始清扫 第一次使用需要先给房子建地图 他不用把房间角落都走一边 而是走两步望一下 走两步望一下 把房间门和角落都看一面 然后就去下一个房间了 建图速度还是蛮快的 这里我用iphone的相机拍 是可以看到它的激光的 建完地图后会先回到基站 然后再启动清洁模式 这里有三个模式 扫拖单托和单扫 还可以选择CD的强度以及托步的湿度 最高3500%吸力 第一次用的时候一定要开到最大 你会发现看着挺干净的房间 原来藏着这么多垃圾 那些我们平时清扫不到的沙发底床底 它都能清理出很多垃圾 它清洁分六个步骤 扫吸喷拖刮收 它是走一遍就把这六个步骤给完成了 不是在一个区域内走六遍 最开始清洁会沿着房间的边边走一圈 然后在里面一来一回的移动清洁 进行六个步骤 基本上来说可以让我们告别扫把托把 吸尘器等等繁琐的清洁工具 这些功能都集中在了小五这一台机器身上 拖地刮出来的污水会先储存在污水盒里 当拖地拖了一定的区域 或者污水槽满了 会暂停拖地返回基站 清洁拖步换上清水再回去拖地 我清洁全屋中间返回了一次 它的清洁面积是36平方 应该是每清洁20平方 就会返回清洁拖步一次 拖完的地板真的挺干净的 而且地板不会特别湿 几分钟就可以完全风干 减少了打滑摔跤的风险 是因为它的拖步是超纤维拖步 说白就是吸水量好 拖地干净 不容易流水质 房间的边边能扫到 但不能完全拖到 收限于洗地机的体型 还会有个五厘米左右的距离拖不到 但如果每天都让它打扫一遍的话 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灰尘 可以在预约设置里边 每天固定时间让它清洁 如果家里有一些比较低的门槛 需要开启测试功能里边的虚拟门槛功能 这样大概率就能过去清洁了 是大概率不是一定 因为这还是一个测试功能 清洁完会自动回机站 这里用的也是激光定位技术 校转很快 回到机站第一件事就是清洗脱步 污水自动拍到污水桶里 满了它会提醒倒掉 最后是启动热风烘干程序和充电 也可以设置个性化的清洁模式 每个房间设置不同的清洁强度 刚刚清洁过程不能体现它的清洁强度 清洁的实力 所以我打算给它加大难度 让它清洁被酱油弄脏的地板 我在地板上倒一点点酱油 不小心倒多了 然后框选这部分的区域 开始清洁 第一遍清洁还残留有酱油 我们再进行第二遍清洁 还是有一处没清洁到 主要原因是地板有点小凹槽 导致清洁不了 因为我家是90年代建筑 地面还是毛皮房的地板 不那么平整 再试试在平滑瓷砖上清洁 可以看到现在这一摊了酱油 已经被清洁得很干净了 六皮清洁确实不错 它是支持Siri联动的 目前支持的指令有着六个 还可以玩一些自动化 比如设置当你离开家里 执行打开快捷指令 小五开始清洁就可以了 市面上并不是所有拖地机器人 都支持Siri的 这款对Siri的适配还是比较好的 苹果用户在挑选拖地机器人的时候 可以多一个选择 另外它还加入了天猫精灵 天猫精灵 我在你说 扫地机器人开始清洁 设置完些自动化就不用太管它的 只要定期帮它换一下清水和倒下污水就可以 对啊 虽然它工作完之后 可以再次深度清洁脱布并烘干脱布 我们还需要帮它定期的清洁加基站的 虽然它能帮我们打扫房子 却不能打扫自己的基站 总结一下它的优点 小五R2这款洗地机器人在产品上才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优势有以下三点 一六批全自动循环拖地 扫兮喷拖刮 地面能清洁的很干净 二安静 体现在清洁的噪音小以及它的避障功能强 三清洁模式可以个性化 可以对每个房间设置不同的清洁强度 建不建议买呢 建议是平时家里拖地需求比较强烈的 比如养宠的 家里有小孩的 或者是刚搬进新家 完全不想动手的 小五的清洁力确实可以满足家庭的日常需求 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我会经常分享数码性评的体验内容 欢迎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